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谢谢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治加拿大乐生活 带你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加拿大 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关于卡尔加里的什么天气、政治、经济、人文这些因素 我们总结下来说 整个加拿大,卡尔加里一定不是最好的地方 它一定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整个加拿大,我认为,我个人认为 纯粹是个人意见,一个最好的退休的地方 前提条件是,首先你要已经入籍加拿大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我组的一个群里面 我们自己在讨论这个问题 说加拿大哪里是等退休之后最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知道的人比较少一点 没有像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那么有名 对吧,可能国内知道的人就更加少了 毕竟因为我的大学是在那边上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发言权的 当然了前提条件我说了 一,你的身份要拿到 对吧 二,最好要有200万家人的存款 我觉得就可以去过退休生活了 好,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直接说出这个地方的名字,这个地方就是在温哥华岛 温哥华岛跟温哥华是不一样 温哥华在大陆上 在整个加拿大的mainland大陆上 然后温哥华岛呢 它跟温哥华其实是隔着乔治亚海峡相望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岛上的第二大城市 Nanaimo 对,就是Nanaimo 然后其实岛上第一大城市它叫维多利亚 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会搞错一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会认为说 BC就是贝斯省 布列迭哥伦比亚省的首府 很多人你问他说在哪里 他肯定都以为是温哥华 但其实并不是 BC省,布列迭哥伦比亚省的首府 其实是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 然后那个议会都在那边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如果到了温哥华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去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其实它有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布茶花园 一年四季都非常漂亮 然后它的内港就是Inner Harbor Inner Harbor旁边还有它的议会什么 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议会 还有BC的博物馆BC Museum 其实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 其实很多人也会把阿尔波塔省的首府搞错 其实阿尔波塔省的首府也不是卡尔加里 阿尔波塔省的首府是爱德蒙顿 是阿省的第二大城市 爱德蒙顿才是它的首府 说完这个我们就得说加拿大这个国家 可能我们一说加拿大这个国家 很多人也会误以为它首都可能是多伦多 或者是温哥华 其实都不是 它的首都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叫做其实也不能算很小了 就应该在加拿大来说 在中国来说肯定算是很小很小了 对吧 在加拿大来说 它可能属于一个中型城市吧 就是沃泰华 沃泰华就是东部吧 然后很多人从那边的人过来 我也跟他们交流过 他们觉得沃泰华也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 非常舒服的地方 当然如果有人住在沃泰华的 可以在下面做一些评论 这个有点扯远了 我们还是回到南莱姆 为什么说南莱姆 我觉得是一个最适合退休养老的地方呢 南莱姆的人口大概是在十万左右 所以说其实在加拿大来说 它也是属于一个中型城市了 就是相当于像国内的那种三线城市 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在国内 那是可能连一个小区都抵不上 对吧 但是在加拿大来说 就真的是属于一个三线城市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你不要想说什么 我要去买奢侈品 我要逛街 我要高楼大厦 这东西在南莱姆都没有 真的 所以我说就只是和那些已经差不多 把物欲都忘记了 对吧 就是享受一些比较peaceful 就是很宁静啊 然后那种吟诗作画 风花雪月这种感觉的人 就是准备好退休了 对吧 对那种物质的欲望 基本上已经消除的人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你想在那个城市要干嘛 要赚钱 要什么 那就千万别去 那城市适合退休 退休 好吗 当然因为在岛上嘛 所以他相对来说 某一些东西 他的物价还是不低的 当然在岛上的好处是说 可能你对于吃的就不用担心了 特别是喜欢海鲜的朋友 就像我说 在岛上啊 你基本上花个20块钱吧 买一个捕鱼证 然后你就可以出海钓鱼 当然鱼具和幼儿这些东西 你得自己准备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再花15块钱 或者20块钱买一个螃蟹笼子 那你就可以在海边抓螃蟹 当然抓螃蟹是有规定的 对吧 它是有一把尺 就是磁的蟹你是不能抓 抓了一定要扔回去 然后还有一把尺 如果你抓了那个公的蟹的话 就一定要去量它的大小 如果不到规格的话 那也要放回海里边去 如果喜欢那种亲口啊 或者说喜欢牡蛎的朋友们啊 可以到自己买一艘小船 然后开着到离岛 到温哥华岛附近 它有很多离岛嘛 然后你到那个离岛开过去 可能也就是15分钟 20分钟最多了 就是基本上 那些离岛其实就是离 那个温哥华主岛 它是很近很近的 而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很远的地方 不是 就是就其实很近 你在Nanamo的市中心 那个Inner Harbor 就是在它的港口 其实就都能够看到这些离岛 然后你上了岛之后 哇等于退潮 生蚝啊 青口啊 这些东西 那一退潮 那是满山遍野 哎呀 真的是 当时就觉得实在是太爽了 我这个人还属于不是 是特别喜欢吃这种贝壳类海鲜的 但是我都被那种惊讶到了 就是那海鲜真的是新鲜 就是你想直接从海里捞上来 捞上来 马上到这边就可以架一个炭火 就可以烤了 哇多爽 然后Nanamo北边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有一个叫Nanus Bay Nanus Bay那边挖象拔榜 哇对 就是国内买的那种加拿大的象拔榜 哇超贵超贵 这边其实你都是可以免费得到的 就只要自己拿着工具 然后去挖就好了 日子过的是风花雪月 赛过神仙 当然就是就我说嘛 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 就不用想了 对吧 但是就是那种亲子生活 然后野外实践 然后贴近大自然的那些活动 哇那边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阴雨绵绵 对吧 这没有办法 因为温哥华 温哥华岛 其实温哥华岛还会比温哥华要好一些 就是下雨没有那么多 但是它也是属于相对卡尔加里来说 一定是偏多的 不过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是在 五度到零度左右 而且很奇怪 虽然它是靠海 它跟上海一样是靠海 但是它五度跟零度那种体感 就比上海要暖很多很多 就是我不知道呀 它有上海的湿 但是又没有上海就感觉那么湿 就是就是我 我不知道我这个有没有表达清楚 它是在海边的 对吧 它是湿的 但是就是好像就体感没有那么冷 就是你跟上海 这个五度跟上海五度是完全是 totally totally是两种 就是截然相反的感觉 就是这边就是只要衣服一穿 对吧 哪怕是在海边 你衣服一穿 正常的衣服一穿 你也不会觉得那么冷 对吧 它就不是那种湿冷 就很奇怪 哪怕在海边 它也不是湿冷 一年四季 其他时候就不说了 其他时候基本上温度都是比较暖和的 夏天当然温度也不会太高 就跟卡尔加里这样 这边差不多 就是极端的 极端天气的温度 可能33度 34度就到头了 可能也就那么 就那么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基本上 而且它跟卡尔加里最大的不一样 温哥华岛上 因为它天气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的极寒天气 所以它基本从两月 两月底开始 就整个就都开始变绿了 一直要到第二年的11月份 12个月当中有9个月 你是可以看到 就是升级盎然 全都是绿色 可能就有那么两三个月 其实就是说 也许绿色会比较少一些 那不像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基本上 从10月底吧 一直到来年的4月 甚至4月中 基本上都是枯黄的一片 你要等到了 可能到5月份开始 那才开始 就是说春归大地 重新绿色升级盎然开始 其实很多人 可能对这个就不是很适应的 毕竟绿色给人的感觉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Nanamo 真的是一个 非常适合 我们去养老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它的前提条件 还是说 你要有身份 要有钱 对吧 因为岛上的房子 首先一点都不便宜 基本上 我们能看中的房子 就基本上 没有100万以下的 就是你能看中的 都要100万朝上 而且你要想岛上 东西物价 相对来说 有很多 很多东西的物价 会贵一些 对吧 当然有一些 可能会便宜 这是根据 它的地域的属性 对吧 那油价肯定是贵的 对吧 消费税肯定是高的 对吧 12% 油价肯定至少 比凯尔加里要贵出 30%以上 对吧 所以这些消费 等于说 都是你要承受的 而且它还有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 毕竟小 10万个人的一个 小城市 你说你到哪里 去找这些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也会很少 也就是说 你只有花出去的钱 你要有收入 甚至是要有好的收入 应该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可能就是说 你刚过去那么前面一年两年 你都是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都也都只能找一些临时工 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这些地方虽然是风花雪月 对吧 虽然是非常漂亮 但是也有它致命的缺点 那好 那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奶奶某 很多人还问我说 为什么不去维多利亚 其实维多利亚的人口 大概是要在 现在差不多快要50万左右 其实在加拿大来说 就算是一个 肯定妥妥的 稳妥的算是一个二线城市了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说 维多利亚这个城市 又稍微对我来说 稍微繁忙了一点 因为想退休嘛 想退休 就想找一个特别安静 特别peaceful的地方 我觉得维多利亚 还是稍微就是躁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维多利亚的房价 还是那回事情 因为作为BCC的首府 然后离温哥华也不远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房价 还是很吓人的 它的房价 如果我说奶奶某 100万以下 你是看不到你心仪的房子 那维多利亚肯定是120万 130万 估计13040万以下吧 估计看不到你心仪的房子 我觉得大家反正有机会 还是应该去温哥华岛 维多利亚也好 南南莱也好 托菲诺也好 还有Cambale River 就是那个岛 那个岛其实很大的 那个岛应该来说 它比台湾岛还要大很多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拜访 可以去看 大家可以切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住个三个月 半年 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好吗 如果在那边住过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好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